你 我知道你一个人武功不行 我给你找了帮手 您的师父 要出山了 不是 十二个小太太 明天早上 你带着他们先在我这儿埋伏着 傲拜回来奏事 你们看着我手中的茶盏 一旦摔落 你们就一迎而上 拉手就拉手 拉脚就拉脚 把他扑倒 让他不能施展出武功 你们就趁此机会绑了他 十二个 加上我十三个 我十三个了 听背着摔碎的事 我就一会儿上 一块儿弄他 这样好 这样 我们每个人 爱他的机会 都减少了很多 好几次 还不够成熟 今天晚上你别走了 咱俩还得再商量商量 不是 官长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要不这样吧 我看海公公那儿 有豪鞋子乱七八糟的药 弄不好就有蒙汉药 要不成 我一会儿啊 把这蒙汉药给偷出来 咱们先给他傲拜 喝了蒙汉药 这样的话 咱们的胜算 不就又多了几分吗 你去去 我再认责你 好 快去快回啊 哎 公公 咱这要搬家呀 这都是人家送你的 你呢 你现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啊 您怎么知道的 现在宫里边 谁不知道你贵公屋的名号啊 那小玄子他 那是皇上 那是皇上 我叫你大秦拿手的时候 就知道了 公公 您您别生气啊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您的 是皇上跟我说的 说 说谁都不让说 这是机密 也不让我跟您说 说我要是说了的话 就得把咱俩全都给杀了 他不会杀了你 他只会 杀了我 那也不会的 公公 您放心 我现在跟他是好朋友 好兄弟 他要是真想杀您的话 我去给您求情去 您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跟皇上称兄道弟 你再胡说八道 你小心你对脖子上的脑袋 是是是 公公 我不胡说八道了 我不胡胡胡说八道了 你干什么 我洗脸呢 洗脸 你放我药柜干什么 我我我心有点难受 我说是 找点药吃 你 过来 recycle 公公 这么晚了 还抹药呢 你 是不是要出去 是 皇上交代给我个事 说托我帮他办一下 皇上的耐心哪 比先帝强得多呀 我估摸着 也是该这两天动手了 动 动手 动什么手啊 那些小太监在那儿练摔跤 为什么呀 老板 没那么好对付 少年人哪 胆子大 不知天高地厚啊 要不说公公亮世如神哪 我这回来还没来及跟您汇报呢 您就先说出来了 您真厉害 我这眼睛啊瞎了 但是我这心里边啊 明白着呢 既然皇上吩咐了 那你就早去早回吧 你 你过来呀 把这个拿上 拿上这个 这是 是 门槛药 量不能用太大了 这东西啊 味重 谢谢公公 谢谢公公 来 去吧 不再给皇上请安 拿上来 拿上来 你们练习铺鸡已经好几个月 朕今天想测测你们 一会儿 你们躲在书家后面 到时候会有一位高官过来 这位高官可是咱朝中的铺鸡高手 当你们听到茶盏落地摔碎的声音 一拥而上 十二打一 将其制服捆绑起来 这便是胜了 记住 只许胜 不许胖 小伙子 乘了 每人五十两一文银 输了 一起砍塔 听明白了吗 独自在尊职 谊上 敖少保见驾 奴才傲拜 给皇上请安 傲少宝 免礼 赐座 谢皇上 赐茶 茶就不要了 皇上召见微臣 有何要事啊 傲少宝 我们可以一边饮茶 一边谈试 皇上赐的茶还是要喝的 请 卢才知道皇上平日里最爱的是龙九 今日为何突然改口啊 这是近日刚进贡的玫瑰花茶 这个味道 好 敖少堡贤弃这杯 就喝朕这杯 也好 那就请皇上喝奴才这杯 皇上先请 臣罪该万死 皇上 皇上 这是何意啊 好 皇上 是怕奴才武功退步了 好 好 那我就陪他们玩玩 皇上 皇上 慢点 慢点 不许败 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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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穿点东西呢 那不是月白豪他喝的吗 您怎么自己喝了 您说您逞什么能啊 这时候啊 小月子 小月子 直去上 不许外 大人 小禅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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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虽说年纪大了 却也不失当年之勇啊 皇上真是对奴才失望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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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背 我的眼睛 宣夜小玩 你竟用计谋害我 我敖本不服 我是忠臣 我是忠臣 我是顾命大臣 就算先帝知道 也不会饶过你的 奴才给太后请安 给皇上请安 太后万福 皇上万安 来 快起来吧 谢太后 赐座 谢太后 谢太后 座长 是不是很有趣 谢太后 solve 件足事 小贵子 若不是你欺拿叛盛熬败有功 我们母子二人也不能安然坐在这里 回太后 奴才只知道赤胆忠心 保护主子 皇上让我怎么着 奴才就得怎么着 这皇上赏了你皇马挂 那本宫封你做个什么官呢 回太后 奴才什么赏赐都不要 只要太后和皇上平安无事 奴才就心满意足了 小贵子 你是在哪里当差啊 回太后 奴才在上扇间海公公手下当差 海公公 海公公是五品 那本宫就赏你做个六品首领太监 以后就留在皇帝身边伺候吧 傻笑什么呢 行啊 好 好 谢谢太后恩典 谢谢皇上恩典 一头针子 卑公公 卑公公 那个 去 Tah Bah 你呢 没想到 你还活着回来了 来看 学校 高高高高 我正要跟您说呢 天大的喜讯呀 托您的红服 当然 主要是因为您那把蒙汗药 要不然啊 皇上运不了 不是 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就把傲拜那个老奸臣给擒住了 那你 给皇上立了这么大的功 皇上啊 赏了你皇马冠吧 您 这么知道的 这不是穿着呢吗 后来你又去见了太后是吗 要不说公公的料是如神的 我正好跟您汇报呢 您又抢了我前头提起来了 是 太后为了鼓励我 给我升到了六品的首领太监 说以后让我天天伺候皇上 这好啊 这以后再去男书房 那就更方便了 对 公公 我跟您想到一块去了 当时 我就高兴啊 我差点没乐出声来 我心里我就想 这以后 要是再帮公公偷四十二张经 那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但是公公您这 眼神也不太好了 您就 我这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不好使了 但我耳朵好使我可以听 从今以后啊 你就陪着我 你天天给我念这四十二张经 不愿意吗 愿 愿 愿意 愿意 愿意就好 吃饭吧 记着把汤喝了啊 dibujいます 克 sea 但他毕竟是顾名大争 效力年久 可免其意思 革职拘禁永不释放 超莫其家产 圣上宽人 古之明君 一所不及 苏克萨哈被敖拜害死之后 他的家产也被敖拜占了去 就派你到敖拜家中查一查 属于苏克萨哈的家产 都还给他的子孙 臣遵旨 另外 皇太后吩咐 他老人家爱念佛经 这正白旗 香黄旗 都有本四十二章经 先如今就在敖拜的手中 你去他家查莫家产时 顺便查一查 这 小鬼子 额太太 你跟所大人一起去 找到经书 你送回来 额太增旨 敖拜啊 是咱们当朝第一勇士 你来朝他的家 要不抄走几把兵器 那你不是白来了吗 接着 这 这 那么沉啊这个 沉 是吧 这什么材料这是 千年乌木 是 是 真沉了吗 对你来说是有点沉 可可再给你找一把 这一把好吗 短小精悍 很适合你 这一把好吗 很适合你 这个是不是又有点忒短吗 这个是不是又有点忒短吗 切个羊腿撬个门 这 正好 这 还是不太合适吧 好好好 这 还是不太合适吧 养养 没什么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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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搁靴的脸还挺合适的 还挺合适的 回宫康 对我呢 我看您这架势 好像对耳门亲了 这 以前常来常往的 门槛都踏破了 不往戏这儿聊了 兄弟 跪下 跪 跪下 来 弟子索额图 今日与 与 贵总哥 大号是什么 大号 贵 贵小宝 贵小宝 好名字 好名字 弟子索额图 今日与贵小宝兄弟 nacional 一节金蓝 一节金蓝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久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来来来来 俗话说得好 千里未官 智未才 兄弟情义 身色白 偶外这只贪婪无耻的硕书 贪了这么多银 这只能证明咱们是廉洁的清官呀 皇上太好了 把这个差事交给咱们 那就是可怜咱们 我们 很可怜 嗯 他们查了 总共是两百三十五万两银子 咱们给他抹去一个字 那气法一变 变成一百三十五万两 那抹去的一百万两 你五十万 我五十万 啊 啊 这也太多了吧 多什么多 皇上给的差事 谁敢说三道四 咱们得云出点灵头 给手下点甜头 封住他们的嘴 你 皇上的美意 不能辜负 你五十万两 我五十万 我五十万 你五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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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为官 智为财 兄弟情业 深思海 乖乖乡地道 白贵 肚子 睡一个 这大小伙穿着挺合适的 这肯定也是好东西 三 四 十二 一 二 三 四 四 十 二 掌 清 终于找到了 太不容易了 分明是我找到的吧 公主 这事都惊动您了 滚 滚 是这样的 皇帝哥哥怕你们充公不出力 完成不了任务 特地派我来监督你们 臣等为皇上办事自当尽心尽力 不敢有丝毫怠慢 现在我找到了这个金书 我要亲自交给皇二娘 所以你滚开 这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的搞什么 恭送公主 索大哥 你别看了 我拿到的金书 为什么让他给拿走 我 她 我 公主也是主子 主子想干嘛就干嘛 咱哥俩闷声发大财 一百三十五万两 为兄尽快承给皇上 老子 好 购物真诚 白露 麻腿製造出来啦 你看 Hertz 来 来 公主 这那么钱 我来帮你拿吧 啊 好啊 把水伸出来 我 你跟皇帝哥哥 瞒着猪娃拜 为什么不干我 剩下你也没用啊 没有 没有 我可不敢 你可不知道 之前我还在皇帝面前 推荐过你呢 我说 见您公主 英勇无敌 武功高强 如果猪娃拜的话 能够请她来帮忙 那一定是 不在华下了 那当然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皇上他老人家 还是爱惜你 怕你受伤 不让我告诉你 还威胁我 如果我向你透露半句的话 直接砍了我的脑袋 砍了你才好呢 王帝哥哥 真的这么说的 他真的这么小看我 你 你 滚开 你干什么去啊 找皇子收里去 你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啊 皇上他老人家说了 如果你再乱跑的话 他就告诉皇太后 就知道就叫皇后娘告状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我刚从皇太后那儿出来 他见我第一眼 就喜欢杀了我 他不光亲手擦了我的小脸蛋 看见没有 不光给我擦脸 还赏了我一件皇把货 是 而且 他还特意叮嘱我说 小贵子 以后没事 就多来我慈宁宫走动 有什么问题 就来找我 太后 我帮你摆平 就你 你 真的 不信你去问他 好啊 我待会儿就去找黄老娘 看我怎么整治你 我看你现在胆越来越大了 这么不听话 黄地哥哥 黄地哥哥 我把黄老娘要的 私舌上筋给带来了 小贵子 黄老娘 让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啊 回皇上 经所大人查点 一共是一百三十万两银子 多少 一百三十万两 天哪 这敖拜果然是搜了 这么多明脂明膏啊 黄地哥哥 我带了金书来 金书 金书 金书我带来了 给 好好好 那你说说 我啊 我扮成小太监和小贵子 还有索额图 抄了敖拜的价 这两个人 在密室 鸡里咕噜 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计划 什么阴谋鬼祭 冤枉 冤枉皇上 冤枉啊 我和索大人 还有一些下属 都在那儿统计和清点呢 可是索大人提出一个好问题 他说那么多人 人多混杂 万一有个人顺手牵羊 拿走了一两件物件的话 怎么办 全都是贵重的物品 如果真丢了的话 那肯定是大罪啊 所以索大人就把那些下属 统统轰出去了 屋里就留下我和索大人 两个人在那儿关门清点 可谁知道啊 刚刚我 这回 刚刚 刚刚刚刚什么 刚刚刚刚刚好 公主就拿到了这两本经书 我看啊 是刚刚小贵子找到了经书 就被剑宁给抢走了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黄帝哥哥 剑宁 你要经书干什么 不是 黄老娘一直念念不忘吗 我想着 去讨黄老娘开心 就舍得他总骂我了 剑宁 你过来 过来 你呀 以后老实一点 谁都不会骂你的 知道了 黄帝哥哥 好 知道了就下去吧 朕还要和小贵子有话说 那我先告退了 我去找黄老娘 剑宁 你把经书留下 为什么 朕让你把经书留下 我不 我要去拿给黄老娘 我去拿给黄老娘 现在朕说话你都不听了 是 走开 起来吧 转过去 转过去 衣服里是什么 listsira 是 撑ätt放avaş 还乃扰命 奴才知罪了 还乃扰命 要怪 就怪奴才从小 没有见过世面 刚才那屋子里 好东西太多了 我一个都没见过 我尤其喜欢这匹御马 我刚一上手 我刚摸了他两下 所有大人直接就把他塞到怀里了 他说送给你 我说不要不要 这样不好 他说你拿着拿着没有问题 你看还有什么好东西你就全拿走 我说这样 有一匹驭马就差不多了吧 我说我就要他吧 别的您拿走吧 我就把他给塞肚子里了 不是 我就把他给塞黄马褂里了 就是这样的 皇上 奴才知罪了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大胆小贵子 你竟然敢中饱私囊啊 一口饭没吃了 我都饿死了 起来吧 小贵子 你替朕出去了熬拜 这是大大的功劳 朕怎么上你都不为过 就这一个驭马 都算不了什么 拿着吧 谢谢皇上 饭呢 就等会儿再吃 先跟朕去趟慈宁宫 朕要你把这个经书献给太后 走 小贵子给太后请安 太后万福 快快起来 谢太后 太后 小贵子 你可真能干呢 那是托太后和皇上的红福 皇上娘 小贵子一早就在忙公务 连饭都没顾得上吃 是吗 嗯 快 你们两个带小贵子 去后边屋里 拿些糖果糕饼吃 谢太后恩赏 贵公公 嗯 海公公 您今儿怎么换地儿了啊 这什么急事儿啊 把您急到这儿来了 抄架 抄得怎么样啊 哎呦 海公公您真是料事如神 我这正准备跟您说呢 您就先提了 抄得挺好的 挺好的 皇上挺满意的 都抄着什么了 抄着 抄着 抄着挺多东西的呢 要不说敖拜真是个奸臣 家里那金银珠宝啊 一屋子一屋子的 差点没好像我的眼睛 还有什么呀 还有 还有一匹郁曼 我瞅着那一屋子金银珠宝 都太俗了 不太符合您这种玉树临风的气质 所以 专门 把这匹玉马 给您顺回来了 我这就 摆在您扛桌上去 海公公啊 您不知道啊 这好马呀 分两种 一种呢 是能跑的 一种呢 是能摸的 您摸着摸着呀 就摸着了 夏天 您就抱着 凉快 这凉快了 您这是又有急事儿啊 四十二张经呢 啊 有两本 一本是敖拜的 另一本是敖拜的 超速和撒哈的 要不说您了事如神哪 我又想跟您说 您又抢先了一步 说 哎 那个可恶的 刁蛮的剑林公主啊 海公公您知道吗 我 刚把那两本经书 捧在手里 还没误热乎呢 谁知道人家老人家 从天而降 直接把那两本经书 从我手中给掳走了 这经书都好来得下场啊 不用说 您肯定又知道了 落在太后手里了 了事如神 还是先落得踏实 这煮熟的鸭子 就这么飞了 您说上哪说理去啊 到头来啊 咱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人家是公主 咱拿它没辙呀 咱恨不能把人家 拉过来打一顿 把这经书给抢走啊 不能再说了 这越说啊我越气 气得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您让我睡一会儿 我消消气 把烫喝喽 行 那我喝两口 真香啊 你 你 公公 这大夜里的不睡觉 怎么还伴上了 有你在 我怎么能睡得着啊 不是 哈公公 您 您这话说得 我有点没太明白 您什么意思啊 你胆子大 心细 聪明伶俐 而且 居然跟皇上攀上了关系 本来 你可以有一番大作为 你 迟了 太迟了 迟了 你摸摸你小浦左边 不及三寸的地方 清清暗暗 先看如何呀 你 怎么那么疼啊 你每天去赌钱 然后又陪着皇上比武 你还没回来 这饭菜就到 我觉得你的汤不够鲜 所以呢 我就给你加了点啄料 我说这汤怎么越喝越好喝呢 原来是你 画楼点睛了一下 加了点啄料 就变得如此的鲜美了 这啄料 剂量虽小 但是功力不小啊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睛是茶子 的烟火 一朝如江湖 虎雨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轴 双眼秋拨松 你弄过烟雾 柔情里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挺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悲空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重 古道斜阳 古道斜阳 放影相聪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睛是茶色掩护 一朝如江湖 不雨又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重 双眼秋拨松 你弄过烟雾 有请你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挺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听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背后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古道斜阳 放影相聪